我們來這裡是藻枝堤坊 大陵的藻枝堤坊 這個地方就是大概高速公路邊 你要導航那個藻枝堤坊啊 這關大陵那個雲林和嘉義的交界 今天蠻盛開的耶 漂亮 可以走上面也可以走下面 這個比較少人知道啊 花開的蠻多蠻漂亮的 好像綿園好像一兩公里 好像下面那邊看的比較多啦 可以走下面這樣子 在那種黃金雨的下面這樣走 好 下去拍一下 拍的 漂亮 可是都偏高啊 地上也都釣了很多花 種的很密集 這個藻枝堤坊 這是比較新的 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 改天有人也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花礦也不錯 它整個很排 一整排很密集 它旁邊的堤坊是矮矮的 那個小的矮堤坊 前面有人在那邊拍 前面有人在那邊拍 可以走上面 就有幾顆小的可以在那邊盡牌 包礦還不錯 這裡還不錯耶 你看這麼矮 人可以入鏡喔 這個人可以入鏡 你看明天很長耶 你看從這邊到那邊 一整排都是黃色的花 一整排都是黃色的花 可是花有點掉了啦 沒有到很盛開 好 從這邊開始拍 你看這樣 這樣整排很密集耶 如果盛開的時候 應該很漂亮 整個都是黃層層的一片 這如果盛開這整個都是黃的 它一顆接著一顆啊 你看都沒有浪泡啊 它從下面拍也不錯啊 下面 好像越走越高啊 對面也有 對面也有黃色 可是這沒有這邊的密集啊 這個堤防上面 這樣看樹就覺得 比較清楚 嗯 這邊那邊也有人耶 這邊不知道怎麼過去 等一下去對面看看 也開得很漂亮啊 看有沒有橋啦 那它找看有沒有橋 可以過去 現在花礦是還OK啦 還要黃色的 可是沒有到很金黃 因為可能有掉一些了 對面好像看的比較好 好像比較黃 漂亮 比較黃 這下面一搓 拍一下 這個是比較少人知道 所以人很少的 一些人那邊而已 再一個樓梯 樓梯 樓梯可以爬上來 你可以在樓梯旁邊拍也不錯 如果盛開的話 這顆也蠻盛開的 這裡有一撮 差不多都快到盡頭了 大概一里是一兩公里 好 好了到盡頭了 這邊 再拍一下 這最後一棵 地上是釣的滿滿的花 好了到家 到盡頭了 沒有到很長 下了大概十幾分鐘就可以走完了 下了大概十幾分鐘就可以走完了 好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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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